由台南市政府和部署业者共同 来举办到台南拼味酒的活动 今天在任地的电源中心来留着开店 这次都总有结合到五大主题 现场都总有150个抽层 超过到四百个单位的电视 要在四天的电器里面 多好参观的民众最豐富的电视内容 正式开除剪裁 3 2 1 请用剪 台南市政府和部署业者共同 台南品味酒的活动正式正常 就在四天的电器里面 为参观民众带来精彩的内容 当时已经是带动台南的经济活动 台南品味酒已经是一个成为品牌了 成为台南许多的精品 都争相上市的平台 我们非常感谢观光时报能够长久以来 一直在支持台南的各行各业的 一个台南品味酒活动的举办 那我相信今年大概有420个摊位 那摊位数也是创性高 那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台南 不管是小农 不管是农会 不管是各项的精品白货 它都会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能够吸引南来北往的消费者 这点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也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基础的台南品味酒 是依照过大不同的主题来做电视 现场总共有150个抽层 超过400个单位 相信一定会让我们就各地消费者 没有同样的诉求 台南品味中是今年是第三届 那第三届 陈萌这个台南市相当的支持 我们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 那我们这回是五展合一 那五展呢 第一个就是好茶 第二个就是好酒 第三是好咖啡 第四个CV值很高的休闲户外的商品 那第五个各位看到的气机车 尤其是重机 这回的重机我们结合了20个品牌 那是相当有饭头 今年已经建议第三次的台南品味酒 并一届几万都借很多民众来参观 今年刚才有更大优秀的商品 电视以外也跟市府来合作 但出了很多台南的友谊都不散 希望可以再创下客观的经济效益 这家客家明明叫酷彩虹不得